哈喽大家好我是马瑟周 我们今天的话就要变一个魔术 但不是预言魔术 但其实是与预言魔术有一点点联系 我们上次带了一个第三期的话 是预言了一个9位数字 那么9位数字进行一个排列组合的话 一共是有362880种组合 我们今天的话需要使用到的是13张牌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合数字 我们通过魔术的手法来进行一个匹配 好这里的话是用两种颜色的牌 分别是红色和蓝色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蓝色的牌的话是从A到K 这是一个顺序的这么一个排列 我们把它的话先放在边上 好红色的话也是一个顺序排列 我们需要先把红色的牌进行一个打乱 比如说就像这样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交替的这样一个发牌 把它打乱 好那么这是第一次打乱 那么第二次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发牌 可以一张一张的发 也可以交替一下顺序然后发下来 比如说像这样交替一下顺序 把它们进行打乱顺序 好这是一次起牌 我们再来一次发一张两张 然后交替顺序 好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随机的这么一个洗牌 我们再来一次 好比如说我们可以交替顺序 然后发一张两张三张 然后交替顺序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一个洗牌 好然后的话呢我们需要去选取一张牌 这是一个随意的选取 我们可以拿一个骰子来选一张牌 好就是这样 好那么是在这个位置这张牌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张牌的话是一个梅花 我们梅花的话呢正面向上的放在牌底里面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这个位置 好把它放在这里 那么这个的话是已经是一个打乱顺序的牌 那么这边的话呢还是一个依然没有被打乱顺序的一个牌底组合 那么是从A4到K 好那么只要我们弹一下响指的话呢 我们发现第一张牌的话呢 这个是一张梅花7 那么这边的话呢也跟进行一个完美的匹配 同样的话呢后面牌的话呢也是这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 梅花A4和梅花A4 梅花8和梅花8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张向上翻的牌 我们只要的话呢 弹一个响指 那么9的话是可以进行匹配的 那么2的话呢也可以翻过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匹配啊 那么后面的话呢 依然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完美的匹配 我们记住这是一个13张牌 也是一个13个数字的一个匹配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 几乎豁然率是0的这么一个组合牌类啊 好那么还有最后两张牌 那么这张牌的话呢是6 那么6最后的话是K和K的一个牌类组合 好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